哈囉,各位生酮的夥伴大家好,我是阿賢 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們的還原精靈 這是HP的還原精靈 它在你燙染的時候,它可以當作是你一個很棒的秘密武器 因為我們在燙染髮的時候,它的鹼性是非常的高 但是又不能沒有鹼性 沒有鹼劑的話,頭髮的毛裡面打不開 但是我們的耳瘤唇酸或者是我們染膏的色素 就沒有辦法進入到我們的頭髮裡面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的頭髮是很瘦損的話 那你的鹼劑太強的話,它就很容易會爆掉 所以就會有這種的後果產生 所以我們公司出了這個還原精靈 就是要讓你在燙染髮的時候,可以更得心應手的使用它 我今天最主要是分享在燙染的部分 然後它會有使用時機點不一樣的話 它的功用點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是兩段髮三段髮的話 髮尾會比較受損 那我可以先把還原精靈噴在髮尾的部分 先去做一個緩衝劑 緩解你等一下你的藥劑或者是染膏的時候 髮尾因為比較受損,它會比較快速上色 或者是比較快速軟化 那就達不到說我們等一下髮根的部分 這個比較健康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這個作用時間 那有可能髮尾的這個部分呢 它就會太過容易吃熱 或者是過度的軟化 那就可能會有爆掉的危機 所以它可以在燙淺的時候先噴上一些 然後把它塗抹均勻 然後去當一個反通劑 然後如果在燙中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頭髮都已經全部都已經軟化了 頭髮都已經軟化了 我們再把它噴上去噴均勻 噴均勻之後然後你再去做一個按摩 去讓它充分的融合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如果你少做了這個按摩的動作 它的這個只是停留在表面 你的環連精靈只停留在你的藥劑的表面 它就沒有辦法產生到它的最大的作用 所以一定要去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然後噴均勻之後 按摩完了之後 我們要等十分鐘 因為化學的東西它需要有一個靜置的時間 它必須要等待它的化學變化 所以我們的等待時間就是十分鐘 十分鐘 然後為什麼要噴它 因為我們要記的減性就是偏高的 這個環連精靈呢 它的pH值是在等它是3 pH值是3 那我們的藥劑通常是在9以上 9以上的話呢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軟化已經完成了 軟化完成 如果你的頭髮還繼續受到檢劑的 檢劑的滲透的話 它又會很容易爆掉 毛鈴片會過度膨脹 膨脹完了之後它就爆掉了 所以噴上環連精靈這種酸性的物質的話呢 它可以把它的那個剪劑拉下來 頭髮在 頭髮它的最平穩狀態的pH值是在5.5 在5.5 所以噴上它的時候它可以很快的下 把頭髮的藥劑的剪性把它拉下來 那你頭髮就可以在一個很好的pH值的環境下 再去慢慢的等待它的化學作用時間 毛鈴片就不會繼續過度膨脹 而且乳瘤醇它在弱酸的環境底下的話 它的作用能力也會減弱 所以它就不會把你的裡面的鏈劑過度的破壞 這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我噴上去之後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當然它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鏈劑是在裡面所以你會看不到 你會看不到 但是你噴上去之後 噴均勻喔 一定要噴均勻 然後要去做充分的揉捏 去讓它融合在一起在等待時間 好 冷燙的部分也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是兩段髮三段髮 你可以先把它噴在比較受損的部位 去當緩衝劑當隔離劑 降低等一下你的藥劑 因為冷燙我們是一次上捲一次上藥 所以你先噴一些隔離劑的話 它可以降低它的藥劑滲透的速度 那如果是已經沉醒了 冷燙捲度沉醒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噴均勻 一樣稍微把它捏一下 讓它增加它的那個滲透的均勻度 揉捏一下 然後一樣等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我們再去沖水 沖完水 洗髮 護髮 然後再回來再烘乾 在烘乾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再噴上這個環顏精靈 在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它的鹼劑已經降低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噴上環顏精靈的話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豐富的 角質蛋白 角質蛋白可以增加我們頭髮的彈韌度 所以你在烘乾的過程當中 你的捲度它會有固捲的效果 固捲的效果會非常的棒 所以我們把它噴均勻 再把它稍微揉黏一下 然後再來烘乾 烘乾完之後你再來上二劑 上二劑 那你在二劑我們的作用時間大概 如果我們是修酸納系統的話 是15分鐘 它的等待時間是15分鐘 那我們通常會分成兩次上 一次是10分鐘 然後第二次是5分鐘 那你在最後5分鐘上吻的時候 再把它噴上環顏精靈 再噴上環顏精靈 這個時候它的作用是 就是一樣是在補強它的角質蛋白 角質蛋白對頭髮的強韌度 然後它裡面還有我們頭髮的油脂 所以它可以增加它的光澤度 還有柔順度 所以每個時機點使用的不一樣的話 它的作用就會不一樣 那如果今天是在染髮的部分呢 染髮的部分一樣 像如果你今天是兩段髮色三段髮色 一樣是先把它噴上去 噴在髮尾的部分 髮尾喔 髮中比較健康 越健康你就要噴 噴得越少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三段髮 噴得比較多 刺激髮就噴得比較少 健康髮你根本就先不要噴 因為我們需要剪劑去打開毛鱗片 沒有打開的話我們的色料就進不去 那如果說你今天已經染完了 已經上色完了 上色完了要去沖水之前 再噴上還原精靈 再一樣去把它充分做揉合 把它做按摩 讓它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一樣再等十分鐘 十分鐘完之後 我們再去沖水洗頭 然後再護髮 這樣子大家清楚明了嗎 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課堂上 去跟大家 去跟我們各位老師 來請教我們 曾鴻有很多的老師 都很樂意的回答你 謝謝大家 拜拜